四环药业 今天在香港正式招股 这个公司基本上来讲 是药业的一个重要企业 所以基本上来讲 市场对它的关注还是较大的 另外我们同样留意到 在十二五的计划当中 即使医疗改革方面来讲 都是一个较为重要的一个板块 其中对这个医用产品来讲 这个需求肯定是会稳步上升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 我们预期四环药业 基本上来讲 它的新股可能会吸引到 不少投资者的一个追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 在我这么多家 近期上市的招股的一个新股当中 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投资价值 跟它独特的一个卖联的